9点21分一到 全台湾人的手机同时香气警报 9月21号这天不仅是921大地震23周年 也是国家防灾日 总统蔡逸文特地到花莲视察防灾演练 所有人紧急趴下躲到桌子下方 花莲特教学校学生模拟地震避难演练 总统蔡逸文专心观察 花莲县长徐正伟也在旁陪同 就在上个周末 花莲跟台东地区都发生了地震 后续也有余震传出 那今天凌晨到刚刚又发生了多起有感的地震 那么这次的地震再次的提醒我们 要随时提高警觉 同时要透过演练提升我们自助的能力 在特教学校的行程 蔡逸文还特别坐下来跟同学合照展现亲民 而总统的下一站到了花莲体育馆 了解防灾动员演练 总统也跟花莲县长徐正伟讨论避难设施 与每一个来支援的救难队交流 而这次地震的救援主力 慈激基金会也在现场摆摊 总统特别停下听取慈祭的介绍 不仅如此蔡逸文还将在花莲与镇严法师会面 这项行程没列公开 而且还是前一晚临时安排 毕竟之前才因挡疫苗 让政府跟慈激关系紧张 加上918大地震 防灾会议时 总统念完搞就走人 蔡政府已经成为众矢之地 蔡逸文这趟花莲行 也用行动证明 有把花冬灾情放在心上 环宇新闻客观成李鼎强 综合报道 请订阅按赞分享环宇新闻YouTube频道 并且开启小铃铛 随时掌握全球时事与最新趋势